啥铁钉的怪客抓到了 他就是常常丢像这样 三公分的铁钉 在石化路还有其他路段 都是他丢铁钉的热点 警方抓到人之后 是立刻带他来到现场做指认 就是这种三公分长的铁钉 成了铁钉怪客攻击人车的凶器 有名重机车骑到一半 发现轮胎有问题 一看轮胎被铁钉刺破 还刺很深 到机车行一看只能换轮胎 不止机车 家中的汽车也遭殃 四个月内总共换了7颗轮胎 有人是轮胎频频被刺破 还有其是9月27号晚上10点多 经过陵渊沿海路 突然身体被铁钉刺伤 轮胎也被刺 第二月附近监视器 发现铁钉怪客骑着招牌 车尾超大白色车厢的机车 疑似沿路丢铁钉 手臂刚好就被铁钉打到 然后有流血 然后车轮也被刺破 他手部有伸出来的动作 丢铁钉怪客成新男子 53岁未婚 平常做出工 很容易取得铁钉 他除了丢玻璃瓶 被以设为法办 还有窃盗毁损千颗 住家在铃园 不过他经常小港铃园两处跑 10月4号 还有民众看到他在小港的路边 鬼鬼祟祟 左手拿着东西要往路上丢 他的铃园住家铃居 则说他个性古怪 不爱说话 家后方的这一块地围起来 不准邻居靠近 丢铁钉怪客一心中 车上还会贴白沙豚妈主的保平安符 认为有人靠近追他 丢铁钉玻璃瓶 行为害人伤财也危险 现在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古怪行为 付出代价 东森新闻在高雄报道